大家好我是香港小美女也是你们的小甜心 现在呢在香港洋屋到菜市场 很多朋友说这菜市场附近啊就像内地的三五线城市又破又旧 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城区年代久远估计有180年了吧 每个城市的老城区都一样的就像人一样都会老 房子也会老会旧 但是它的价值是只会蒸不会减的 小伙子不好好卖菜玩手机 他家东西贵西红柿20元一磅呢 看看烧腊味 盐菊鸡68元一只 在香港呢现金交易很平常啊 内地的很多朋友看见了都会惊呼 我们好几年没摸过现金了 都是手机支付的 香港流行刷吧打通 政府发市民的交通补贴 发现金券或者什么补贴的一般都打到八打通上面 也可以打到支付宝上面 外卖盒放18元真便宜啊 28元28元的写着欢迎使用八打通刷一下 很方便的 看一下冰鸡60元一只冰鸭35元一只这么便宜吗 冰鸡爪15元两磅 鸡翼28元两磅 黑脚鸡130元一只 咸蛋10元5只 这是刚送货上门这么多红糖呢 今天呢天气很好 街头呢人流量比较多 看看今天蔬菜多少钱 莲藕15元一斤 生菜35元两斤 有卖菜15元一斤 西洋菜20元一斤 百利落13元一斤 22元两斤